機車騎乘在道路上 突然從後座噴出大量鈔票 百鈔千鈔就這樣漫天飛舞 不過這時騎士並沒有察覺 1號上午台中警方接候通報 北村區崇德路青海路口 有大量現金四散一地 後方的騎士見到這樣的狀況 立馬停下車幫忙撿起飄散一地的鈔票 一共有四台機車五個人在馬路上來回穿梭 減回這12萬的巨款 王姓男子接到通報到派出所之後 表示那是自己早上在市場賺來的錢 當下想要趕快把錢存建銀行 然後趕去外送 外送員把錢放在口袋 只用橡皮筋綁著 又因為車速過快 沒想到就這樣掉了出來 好在路過的熱心民眾幫忙撿起 不過在巡線找失足的過程中 警方意外發現失足闖了紅燈 提供之車輛密入器後方角度 發現可能有違規情勢 但密入器並未有車牌資料 亦無其他民眾堅決 不可僅此認定 34歲的王姓男子不但幸運找回遺失的辛苦錢 還讓他逃過被開法的命運 3D新聞 王子瑜 蠟玉城 台中報導